又一名周永康亲信落马 四川省前副省长郭永祥被正式双开 马航搜寻小组再次侦测到黑匣子信号 家属与美国支持团体进行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继续中国访问 美中高层激烈交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4年4月9号 星期三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美国高层近来频频点名中国 批评中国在区域安全 还有在领海争议上采取的强势做法 那么美中关系在今年也迈入了 第35个年头的时刻 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今晚节目当中 我们将有来自北京 纽约还有华盛顿的最新报道与分析 请您持续地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看看的是 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 中共退休政治局常委 也是前政法总管周永康的一名下属郭永祥 今天被当局宣布 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并且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郭永祥曾经担任四川省的副省长 还有省人大副主任 还有四川的文联主席 那么他是在周永康的秘书出身 在中石油的系统 还有四川省长期间呢 担任的跟随了周永康 那么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国监察部的联合网站 在星期三宣布中纪委对郭永祥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的检查 那么他被指控利用职务谋取便利 本人或者是通过他的儿子来收受巨额的贿赂 而且是道德败坏等问题 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失踪马航的搜寻工作 在印度洋的搜寻人员又探测到了更多的水下信号 他们认为这些信号很有可能是来自失踪班机的黑匣子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澳大利亚搜救工作负责人休斯顿说 美国海军的声波定位仪 星期二曾两次侦测到信号的传送 昨天探测到的信号将帮助我们更好的划定缩小的 更能管理的海床搜索区域 我认为我们在正确的区域搜索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并确认飞机的残骸 然后我们才能肯定确认这是370最后的安息地 澳大利亚海军军舰海洋之盾号 最早在星期六和星期天首先接收到信号 然后又失去了信号 休斯顿说 搜救人员很幸运地再次找到信号的传送 自从这架载客237人的波音777客机 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消失后 目前已经过去33天了 各位请记住 在同样的时间内 海面上搜寻的面积是海底搜寻覆盖面积的6倍 因此在电池短时间内可能很快耗尽之前 我们需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方位数据 以便我们能确定一个非常小的搜索区域 休斯顿说他们需要侦测到更多的信号 然后当局才能部署水下机器人搜寻海床 飞机上传送信号的黑匣子定位信标发射器的电池 仅能工作大约30天 所以搜救人员必须要争分夺秒 休斯顿说 如果能够侦测到其他的信号 他希望在未来几天内能够找到一些东西 从而能够确认飞机的最后安息地 一旦能够打捞起黑匣子 有关当局就能够确定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航班机的命运是现代航空史上最令人扑朔黎米的事件 VoA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就在澳大利亚方面宣布了 他们探测到更新的水下脉冲信号之后 马航班机的中国乘客的家属 他们星期三也在北京与美国的一个支持团体进行了会晤 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就在马航客机失踪整整一个月之际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家航空灾难联盟基金会派人前往北京 协助15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 并在星期三与家属代表们在北京的利读酒店举行第一次会面 美国国家航空灾难联盟基金会是一个旨在协助空难生还者 以及罹难者家属并敦促相关单位改善飞航安全标准的支持团体 在与中国乘客家属会面之后 美国国家航空灾难联盟的负责人邓汉姆表示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帮助他们他们有组织也知道怎么与外界沟通 传达他们的信息并且持续的这样去做 我对于过去这个月来相关单位披露出来的消息 以及他们展现出来的专业感到惊奇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 中国乘客家属批评马来西亚当局处理事件的态度 并控诉马国政府隐瞒真相 对他们造成双重伤害 不过美国支持团体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他们 其中的一名乘客家属表示 其实大家都很迷茫 大家都觉得我们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只是为了亲人 但其实他说了一句话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们追寻真相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 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再发生 尽管这几天 澳大利亚和中方相继在南印度洋 探测到一次马航客机飞行纪录器的水下脉冲讯号 不过中国乘客家属们 似乎已经对一连串不断发布的新闻消息感到麻木 他们宁愿继续等待 最终能够找到飞机的那一天 大家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更多的是我们去等待 然后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不是被一个又一个新闻 再去一次一次去击垮 因为现在我们更多的需要 很坚定的去按照我们的思路 然后又做我们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情 北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乌克兰的最新局势 乌克兰内务部长提出警告说 必须要在未来48小时内通过谈判或是动用武力 来解决与亲俄罗斯示威者在东部三个地区的对峙 阿瓦科夫他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呢 政治解决仍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说对于企图挑起事端的抗议者 乌克兰当局将会做出有力的答复 亲莫斯科的组织 他们占据了乌克兰东部几座政府的建筑 他们要求就加入俄罗斯问题来举行全民公投 那么最近反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活动 可以说在不断的升级 有关当局表示呢 在哈尔科夫星期二所发生的枪击事件 至少有60名抗议者遭到当局的逮捕 那么在顿涅此刻 亲俄罗斯的示威者 他们也继续留在他们星期天 所占据的政府办公建筑里 美国国务卿克里 他特别谴责了俄罗斯特工 还有特种部队 在乌克兰东部煽动了分离主义的骚乱 克里星期二对美国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呢 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卷入 这是明确无误的 他还表示 如果俄罗斯要继续在乌克兰 制造不稳定的局势 那么奥巴马总统将准备 对俄罗斯来采取更严厉的制裁 稍后回来 BOA卫视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他在中国访问 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 12439.5兆赫 符号率 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 四分之三 极划方式 垂直极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卫视新闻 中国国防部呢 在星期三 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 同意向台湾转让 四艘战舰的做法 表示了愤怒 他们说 美国无视于中国的抗议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耿燕生说 中国坚决的反对 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他们并且说 中方这个立场是坚定 一贯 而且是明确的 中国国防部的声明呢 他们在发表时 也正值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在北京 进行访问的时刻 那么今晚的BOA连线呢 我们就要带您来 先聚焦北京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他对中国的访问 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 第三天了 那么星期二呢 我们看到哈格尔 他在巴一大楼 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上 与记者进行交流 随后呢 他也到中国的军事院校 进行演讲 并且回答一些 中国的军校生 所提出的尖锐问题 在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之后呢 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 根据报道 已经达成了七项的共识 有关详情 我们现在就通过现场连线 请美国之音助北京记者东方 来我们报道最新情况 东方你好 先跟我们谈一谈 是不是真有这七项共识 共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是的 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最新的情况啊 就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 今天下午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到访的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习近平在会见里面呢 强调了他在安纳伯克庄园 和奥巴马达成的那个 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 这个大框架 希望呢 军事交流能够 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 这也是中方对哈格尔 最高级别的接待 那么哈格尔呢 转达了奥巴马总统 对习近平的问候 他们之间呢 主要谈了 面对面的谈了 超线半岛问题 当时会见的时候呢 国务院和国防部长 这个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 常万全 还有那个 中国的解放军的副总参部长 孙建国 以及外交部主管亚太的副司 副部长张业隋 和我们美国驻华大使 鲍卡斯呢 都在做 那么哈格尔今天上午的活动呢 是在总装备部 一个警备学院 在这个昌平 一个师官学校里面的参观 那么他和学员呢 一块共进了午餐 并且了解了他们 学习训练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呢 就是哈格尔坐在长凳子上 和学员坐在一起 他桌子上呢 放了一个 这个不锈钢的托盘 上面呢 据说是点了公报鸡丁 西兰花和水饺 这三个菜 都是很普通的菜 给这个战士 士兵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昨天呢 长万全和哈格尔举行了会谈 然后联合举行记者会 记者会上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 都是针锋相对 各自表达自己强硬的立场 那么官方媒体呢 广泛地报道了 长万全 对美国国防部长说的强硬言论 特别是当客人的面 当场就说 我们中国人民 对你在日本的言论 是相当的不满 那么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 长万全说 中国对领土领海 不会妥协 不会退让 不会交易 连不一丝一毫的侵犯 都不能允许 长万全还表示 要美方啊 中国周边确实有人在挑事 当然指的是日本和菲律宾 那么对日本所作所为呢 要求美方警惕 不要姑息养奸 那么刚才我们说 一个外交部发言 这个国防部发言人也说了 我长万全也对 哈格尔说 美国对这个 中方对美国通过的 这个涉台军售案 表示强烈的不满 和坚决的妄论 这些话呢 都在中国媒体上 那个连篇累赌的在报道 但是提到哈格尔的时候呢 只是说哈格尔 像表示坚持不挑边战的立场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提到 哈格尔也针锋将对 也是这个 像凤凰卫视说 非常傲慢的说 日本和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 那么美国对盟国的盟友的承诺 这是认真的 所以说呢 这个双方都是比较强硬 那么成果方面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这次访华呢 美中宣布达成了七点共识 一个是呢 就是第一条我们说的 中美之间呢 要建立新型的军事关系 大国关系 那么还要建立一个军事行动 互相通报的机制 第三点呢 就是要建立一个陆军 之间交流对话 第四呢 在帆孔领域里边加强合作 第五个共识 就是亚太地区 希望能够有良性互动 维持亚太的和平稳定 第六个呢 今年要举行一个 两国的国防部的亚太安全对话 还有一个对话 那么第七呢 就是说在环太平洋 2014年联合军演 这是中方第一次参加 那么两军呢 还要举行一次 陆上的联合医疗救助行动的演习 总归呢 这次两国的国防部长 公开的在电视上 针锋相对 硬碰硬 那么这次访华过程中 美中双方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 为我们做这么详尽的报道 我们也知道 哈格尔他将在明天星期四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到时候东方也将为大家 来做最及时的报道 我们也欢迎您 锁定美国基因的各节节目 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 来查询相关报道 美国基因中文网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带您审视 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VOA卫视新闻 说到了美中关系 在这几年来的进展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院 副国务卿伯恩斯 他星期二在纽约再度重申了 美国对亚洲安全繁荣等的承诺 那么伯恩斯 另外也提到了对中国 他有一些看法 伯恩斯呢 他是星期二 在亚洲协会进行演讲的时候 阐述了美国的亚洲政策 他特别表示 对于亚洲地区安全威胁 最严重的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朝鲜的挑衅行为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东中国海 还有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 伯恩斯也表示 由于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 对于全球的商务 能源安全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美国与其盟友 是极其关注 因为临海争端 所导致的紧张形势 伯恩斯还特别提出了警告 他说任何的误算 都有可能导致 意想不到的冲突 那么说起了美国的 重返亚太政策 这不仅仅是反映在军事 还有外交上 在经贸上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国会参议院 有一位资深的议员就说 如果国会不赋予奥巴马总统 贸易促进授权 那么美国将很难和亚太地区 还有和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 来达成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记者赵江 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成员 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奥林哈奇 星期二说 总统获得贸易促进授权 对于宁毅中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至关重要 哪个国家会在总统 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的情况下 和我们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呢 他们不蠢 他们知道 如果没有这种授权 自贸协议就无法成功 哈奇参议员是在华盛顿智库 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发表演讲的时候 说这番话的 贸易促进授权 为美国政府 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设定目标 作为交换条件 国会承诺 对贸易协议文本 进行批准或否决的直接投票 今年年初 哈奇参议员和时任金融委员会主席 鲍卡斯 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 坎普 联名向国会提交法案 要求恢复在2007年过期的 总统贸易促进授权 哈奇参议员指出 目前对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反对 主要来自民主党内部 他呼吁奥巴马总统 在党内展开更有效的游说 我们需要总统积极地参与和支持 我们需要本届行政当局 为今年年内恢复贸易促进授权 做出全面的政治承诺 国会内部对恢复总统贸易促进授权 持反对态度的人士 有两种主要考虑 一是担心这种授权将削弱贸易谈判的透明度 二是担心毫无节制的自由贸易将逃空美国制造业和就业机会 对此哈奇参议员说 年初提交的贸易优先法案 已经对知识产权汇率操控 以及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规范 做出了明确的限制 这充分反映了美国面对的全球经济现实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北京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公民活动人士丁家喜和李卫 他们因为参与了推动官员公事财产活动 而被控扰乱公共秩序案 星期三在北京的海淀区法院继续的进行第二天的庭审 不过在庭审过程当中 丁家喜和李卫的辩护律师 他们对于法庭无视正当司法程序 提出了异议并且决定要退庭来抗议 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 请丁家喜的辩护律师 隋木清隋律师来谈谈今天的情况 隋律师您好 跟我们先简单谈谈 您决定退庭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个庭审它还不会 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呢 隋律师 因为最重要是因为 这个丁家喜要求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输政 都应该提供原件 在输政的时候提供原件 那么我们当然作为律师 因为丁家喜本身它就是律师 他们作为律师 我们当然认为 这个是一个 这种要求提供原件来核对 这是一个当时的 基本的诉讼权利 而且也是法院 中国法院的母亲 在输政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作法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法庭可以拒绝 因为他们提供不了原件 那么我就要求法院应该 因为基于这个盛局不能提供 那么他控罪的实施 就可以视为我存在 应该无罪释放 或者是退一步 蒋元明律师提出 或者是终止审理 去收集这个原件 但是法庭周围可以拒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推行抗议 要面行控告 我们认为 这个法庭这样的做法 这个法院这样的做法 是事实上是一种犯罪行为 所以呢 因为我抗议的时候 因为提出了抗议 因为之前呢 被法庭曾经 无理的训诫过两次 还受到了他们这个罚款 钱块人民币的这种惩罚 是 随律师我想要请教您 但是我还是 我和蒋元明律师 还是坚持退庭 因为我们不想 配合他们这种 违法和反对过程 因为这个对我的当事 没有任何意义 是 随律师您刚也提到 当事人丁家喜先生 他本身也是一位律师 他对于您和另外一位 辩护律师 决定用退庭的方式 来进行抗议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是否也赞同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对当局表示抗议呢 李渭的看法 我没有注意 但是我是 事实上我是 终求了丁家喜的 同意的 他是 是示意 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说 但是他的示意 其实他是同意的 因为他也是一位 资深律师 对 他知道这样的评审 并没有意义 我是深得了他的同意 是 那么随律师 蒋原明律师呢 他的退庭 应该说 李渭应该也是同意的 是 那么随律师 最后我们大约 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们要请您谈谈 据说在您退庭抗议之后 广州市司法局的人员 已经找您谈过话了 您会不会担心 因为这样的做法 当局会对您 或者另外一位律师 来展开 所谓的报复行动呢 会 因为这一次的庭审 所有的 汉语的律师 他们当地的主管部门的官员 都要来 在旁边这个观审 当然他们是通过视频来观审 所有的律师都被找到谈话 我也是 那么也当然 做到了警告 就说 可能要承担一些不利的后果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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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感谢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隋律师 也是丁家喜先生的辩护律师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那么随着庭审的继续进行 我们在稍后呢 或许未来还有机会 要请您来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有关于公民运动成员受审的消息呢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有相关的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台湾反服贸学生代表 抵达了美国华盛顿 他们将给美方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稍后我们将有连线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再过不到24小时 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台湾学生 即将要撤离 结束他们三个星期的 占领异常的行动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两位学院代表 也来到了美国华盛顿 他们将要出席活动 并且发表演说 那么在接下来的VOA连线时间里 我们就为您邀请这两位 台湾学生运动的代表 来谈谈他们此行的目的 还有对于台湾学运 未来的发展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台湾清华大学 社会研究所的学生 魏阳 魏阳你好 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 他同样也是 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也是呢 这一次太阳花学运的一位发言人 黄玉芬 玉芬你好 你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 首先我想先请魏阳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一次来到华盛顿 是应什么样单位的邀请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们希望能够传达到美方 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 你好 我们这次来到美国 主要是受到BAPA 就是FORMOSA American College Foundation的邀请 那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 主要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台湾 学生在台湾的这次的太阳花学运的一些 我们占国会 或者是我们推行这个民主运动的一些精神经验 到美国来 这边的这个政府官员做交流分享 同时也希望可以跟在美国的台湾乡亲 做个分享 那因为说我们台湾这一次的这个反服貌的一个运动 不只是我们国内的议题 它同时也涉及到台湾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以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 就是说这样的议题有必要到美国来 那实际的美国的一些国会 或是一些参众议员的议员们 方面做交流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 美国当局可以更重视 有的是说台湾跟中国在 立马往来上 或是说的一些政治关系 我们希望可以更重视 那为台湾争取我们应该有的权利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这次来 这样的一个行程 可以带就是给激励 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台湾人 或是台湾青年学生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留学生在台湾 那他们前些日子 也有发起一些声援行动 那也据说有听到 可能有被关切 或是有被打压 那当然我们希望 我跟郁芬这次来 可以带给他们一些激励 那也可以让这边的 在美国台湾人 能够一起来为台湾的民主 或是什么一些奋斗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请教郁芬 跟我们谈一谈 就在我们进行连线对话的同时 台湾总统马英九 他也在同样的时间点 在通过美国的一个战略 及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视讯会议 正在对美国的政界 还有学界人士 举行一场交流活动 那么一般认为这场活动 很有可能也会谈到 这次的太阳花学运 还有台湾跟国际社会的 经济贸易的合作议题 那么很多人说 这好像是双边的阵营 现在都来到了美国 在发表看法 你对此有什么样看法 你们当初在安排 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也了解到 马总统会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么这次来到美国 跟我们谈谈 刚刚魏阳已经介绍了 你们主要的这个行程目的 想要请教你的就是 我们知道对于这次的学运 台湾社会确实也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还有质疑 对于这些质疑 你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那我首先先回答 就是关于马英九总统 同时在美国加州 也有一样的视讯的 访问的行程 那我觉得其实很tricky的是 就是当我们在台湾的立法院 在议场里面占领了 将近二十几天的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的呼吁马英九总统 可以回应我们的诉求 那我们也拿出最大的诚意 那邀请马总统亲自跟我们对谈 关于反服贸这样子的议题 以及中重他在签订过程当中的 黑箱的做法 那很显然的马英九总统 不愿意回应在 一直坚守在议场内的 学生们的问题 那却有时间跟美国加州 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 进行视讯的访问 那我们觉得 这可以看出马英九总统 他到底他用心在哪吧 应该这么说 那面对国内的质疑 其实我们也不断的有民众质疑说 为什么学生有这样子的资格 占领异常 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这个活动都秉持着 很开放的态度 就是现场不是只有学生 也有很多公民团体的朋友 那我们想要传达的是 现在这样子台湾的国会 在以马英九 以总统身兼党主席的身份 那他同时掌握了立法 他同时掌握了行政大权 那也以党主席的身份 以党纪的方式去约束 身为国会最大党的 国民党立委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台湾的行政权 已经其实是 做大独揽大权 压过了立法权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服贸协议 这样子的签署过程中 非常明显 然后甚至最后 为了通过这样子的 黑箱协议不息 就是马英九以党主席的身份 那下令就是希望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 可以这样子 以强行通过方式去 通过这样子的服贸 那我们想想的是 我们占领议场 其实不是我们 我们其实是希望 透过这样子占领的行动 然后让国会 让议场这个空间 是属于所有人民的 那我们当然也欢迎 反对的反对声音 同样也可以出现在那里 重点是人民的声音 要能够出来 好 玉芬 稍后我再回到你 我想先再请教魏阳 我们大概剩下两分钟时间 给你们两位 各一分钟时间 跟我们谈谈 你们个人有什么 下一步的计划 那么也有很多人 想知道太阳花学运 在退场之后 他们接下来是什么 甚至我们看到在台湾 还有人建议这些学生们 你们回归宪政吧 你们干脆筹组自己的政党 来参与台湾的选举 魏阳你的看法呢 一分钟左右 我的看法是 当然重组政党 然后参与选举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对于 现在政府体制不满 那我们也可以运用 运用政治的方式 去改变这个体制 那就我个人而言 我会比较主动 在草根组织的部分 就是我们原本 在这次的运动展开之前 就有计划 要到就是南部 我们台湾中南部 去举办一些 跟服贸议题相关的工作坊 那这次运动爆发之后 这个有一些延迟 不过我觉得 这样的声势更壮大 所以我们也全面的计划 在南部 台湾的南部 跟台湾的中部 甚至北部 我们在举行 跟服贸相关的工作坊 那就是说 我们在这工作坊里面 招募很多 对这个议题 有兴趣的学生 对这个议题 有兴趣的民众 那经过这个 自我培育的过程之后 我们希望可以在每个地方 组成一些在地的组织 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个地方 去进行一些演讲 或是一些研究 例如说我们对受冲击的产业 去做一些访问调查 那我认为 这些工作 它虽然是比较 它是比较 看不见的 它是比较 跟不上媒体版面 可是也非常非常重要 它等于就是说 为了我们下一次的公民运动 累积更多的能量 那这些能量 或许也可以再 回去支援 就是说有些人 他们有所谓的阻挡 或者是 就是要政治参选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我们公民的 公民社会跟政治的 这个两方面 我们是必须同时并进的 那我个人当然就是 我现在还在低速 那我会回到我的学校 去从事我们学校的 在地组织的一个部分 好的 黄玉芬呢 抱歉 只剩半分钟给你了 玉芬 那我想接着 除了刚才魏杨提到的 现在学生 其实逐渐回到各自的校园 去带动 从校园民主 开始带动 未来的组织发展 那我想很重要是 透过这次 我们对于各个立委 要求要签署承诺书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立委并没有签署到 那我想接着 全国的民众朋友们 可以在自己的选区 继续敦促立委 那我想这是台湾民族化的 下一步发展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的 两位代表 魏杨还有黄玉芬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非常感谢两位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也将继续来探讨 这场台湾学运 对于政府 对于台湾的公民运动 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 BOA卫视 并且参与我们稍后 第二小时节目的讨论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场台湾太阳花学运 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呢 傍晚六点就要结束了 那么目前 议场内的学生 已经展开了清理工作 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 就要为您介绍 今天在议场内的情形 下面就是张佩芝 发来的报道 在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 即将退场的前一天 议场里的学生人数 和上星期相比 有明显减少的迹象 有人卷起睡袋 也有人秉持着 静坐到最后的打算 不过有更多的人 在这里拍照留念 包括现任立法委员 陈唐山 毕竟从来没有看过 立法院的议场和主席台 被学生的各种标语 和海报挂满 星期五之后 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台湾太阳花学运 占领立法院行动 即将在4月10号下午6点结束 到4月9号星期三中午为止 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的时间 已经超过550个小时 这是台湾自从解研以来 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学运 自从学运代表陈维廷和林非凡 在4月7号晚上发表退场声明之后 议场内就开始为退场做准备 立法院占领行动媒体发言人 将其记说 据台湾媒体报道 立法院议场内的议事锤和院长座椅 不翼而飞 而立法委员的座椅 也有许多需要更新 至于修复经费究竟是多少 要等学生撤出后评估才能得知 目前已经有很多志愿工作者 在议场里帮忙清洁工作 在议场内 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多与 这次太阳花学运有关的 画作和讽刺政府的标语 在退场前一天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 正式宣布 基于这次学运 对台湾社会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 他们已经争取 学运决策小组同意 要积极搜集一场内的学运文物 予以妥善保存 那么与此同时 来自九个国家 一共三十六位的国际学者 还有作者 他们最近就联名致函了 台湾总统马英九 还有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学生们 他们在信里 一方面是战场了台湾 从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发展 另一方面 他们对于过去六年来 台湾的自由 民主 还有人权的倒退 也表达了关切 这封信里面说 在目前的政府下 台湾辛苦迎来的民主为代价 不断地在向中国靠拢 那么这些学者在信中 也敦促台湾总统马英九 在符合台湾民主的精神下 要寻求台湾内部 自己的和解 他们也表示没有人反对两岸和平 但是只有在中国完全尊重台湾主权 以及人民自由 自行决定未来的前提下 和平才能够落实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要为您报道 请您持续的锁定 BOA卫视 我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 以暗国家 美国和亚太地区 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 大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往外防守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帮大家看到 美国总统获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客 中华民国政府败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编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稍后第二小时 我们为您播出的是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黄耀义 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欢迎你耀义 欢迎 是 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了 也介绍了 稍后第二小时 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台湾的太阳花 很多人说这个太阳落下 但花依然要召开 刚刚我们也听到两位学生代表的说法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焦点在哪里呢 是 我们要探讨这个焦点 就是说 我们的主题叫做太阳花 退场不退潮 为什么叫不退潮呢 因为所谓这个黑山军 民主的黑潮已经走上街头了 那么还将冲击这个台湾蓝绿的政局 所以我们刚刚探讨 是这样民主的黑潮 太阳花的学运 它所激起的公民社会 公民意识呢 将如何来改变台湾的公民社会 以及冲击这个两党 这个日渐僵化这个两党的状况 是 那么除了谈台湾学运之外 今天还有另外的主题吗 我们主要在谈的台湾学运 不过我们比较特别是说 我们除了会有台湾的一个 NGO的一个代表 还有这个杨建立博士 来跟我们做探讨之外呢 我们会请 第一个是有第一手这个经历的 美国之间记者升华 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 他在立法院行政院 凯拉格安大道上的亲身经历 还有一个在台湾的大陆学生 一个在台湾的美国学生 来分享他们对于台湾学生 跟学院的看法 非常有意思 希望不同的观点 可以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谢谢耀仪来到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BOA卫视 收看第二小时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BOA卫视新闻 巴基斯坦当局说呢 在伊斯兰堡一个菜市场 星期三发生了炸弹爆炸 至少有23人被炸死 39人受伤 警方说一枚藏在水果框里的炸弹 被遥控引爆 那么当时市场里是挤满了人 爆炸现场呢 到处都是血迹和尸体 还没有人宣称 对这起爆炸负责 那么就在一天前 巴基斯坦西南部的 巴鲁奇斯坦省 有一列客车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 40人受伤 警察说 炸弹是藏在一只手提箱里 同样的也是遥控引爆 那么反政府武装 联合秘鲁之军呢 他们的发言人 给美国之音打电话 宣称了他们对客车的爆炸 是负责任的 继续我们来看看 印度尼西亚的民众 在星期三参加了议会的选举投票 这场投票很有可能会对今年年底 举行的总统大选产生重大的影响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1亿8600万印度尼西亚民众 登记参加星期三的投票 其中30%的选民是年轻人 而且其中很多人是首次参加投票 主要反对党斗争民主党 预计将在选举中独占凹头 从而使得亚加达省省长 左科维多多 有可能成为该国下一位领导人 维多多也称左科威 因其倡导政府透明化 以及具有实际管理办法 信以卓著 深得人心 他说 我希望这次投票能够诚实公正举行 使大家都能够依照个人的意愿行使投票权 民调显示 在一连串高层腐败丑闻后 总统苏西洛领导的民主党 选情预计不会很好 官方投票结果将在5月9日公布 不过对选票的快速统计 预计将在24小时内揭晓 总统大选日是7月9日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南非 星期三南非奥运竞赛选手皮斯托瑞斯 他连续第三天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皮斯托瑞斯说 他开枪击中了女友斯蒂坎普之后 他在等待救护车时感到特别的无助 皮斯托瑞斯说 他当时试图要帮助女朋友 呼吸并且为他止血 但是在救护车赶到时已经太迟 皮斯托瑞斯星期二在提供证词的时候说 他那天晚上在比勒托利亚的家里 向卫生间的门开枪的时候 他以为是在朝一名闯入者开枪 检方说皮斯托瑞斯是有意向他的女友斯蒂坎普来开枪的 继续我们来看看一场体育消息 康涅迪格的哈士奇队呢 星期二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以79比58大败了圣母大学队 也赢得了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联赛的冠军 这场胜利呢可以说是教练基诺奥里玛 在1985年接管康州大学的女篮项目以来 哈士奇队又创造的再一次赛季的历史 那么康州如今呢可以说已经赢得了九次 美国的全国大学运动协会NCAA的冠军 而且在本赛季呢40场比赛是连战连胜 这也是第五个保持不败记录的赛季 那么在康州女队夺冠的前一天呢 康涅迪格州的男子哈士奇队 也打败了肯塔基的野猫队 夺得了男子的NCAA篮球联赛冠军 那么康州大学的男女篮球队 在2004年也曾经拿下了双料冠军 这也是全美国唯一得到这项战绩的一所大学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的时间了 今天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中国 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欢迎您海涛 谢谢议文 是我们知道哈格尔已经快要结束他的访问了 不过这三天来他肯定是 可以说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 据说他在中国遭受到了一些待遇 先跟我们谈谈中国方面对他的来访 到底是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表态呢 很高的规格的接待 常万全 那个范长龙 包括习近平都见了这个哈格尔 从军方的这个接待来讲 是很高规格的 但是从媒体的态度来说是非常低规格的 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重要的媒体 包括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包括环球时报的发表社评 发表严厉文章 就是等于是言辞谴责这个哈格尔 主要是他在日本的一些讲话 所以总体来讲是分为两个层面 官方是比较友好的 当然在这个范长龙和常万全 会见哈格尔的时候 也说了一些非常这个语气非常强硬的话 很多媒体说双方进行了这个激烈的交锋 那么但是呢 刚刚我们的记者东方也说 但是最后双方毕竟还是达成了七项的共识 所以还是有一些成果 但是不可否认 这次的访问确实充满了一些争议 我要讲的正是中方的媒体如何报道 那么中国媒体看世界 就是中方媒体如何报道 在哈格尔和范长龙和常万全的会见当中呢 哈格尔的一些讲话 中国媒体没有爆出来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中文媒体 他们只是挑了一些常万全和范长龙 一些强硬的讲话 比方说常万全说美国姑息养结 范长龙说中国人民非常不满意 只是这些话 而且他还引用了哈格尔的话说 哈格尔说我们本人没有为日本和菲律宾撑腰打气 但是在新华社的英文报道当中 这些哈格尔的这些话完全没有出现 就是说只反映了范长龙和常万全他们自己的话 而没有把哈格尔说的一些话来表示出来 那么哈格尔他到底在中国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呢 很多人说他在日本确实做了非常强硬和尖锐的批评 那么在中国呢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他说他和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两军的关系需要加强来往 需要改善两国的关系 但是他说在这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上 各国还是要保持冷静 保持低调 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这些话他是说了 中国媒体也报了 但是哈格尔关键的那句话是说我本人没有被日本和菲律兵撑腰打气 这句话关键的话 新华神医门稿当中没有 并没有提到 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这次呢 他在访华的行程当中有一个被称为是前所未有的 那就是他登上了这个辽宁号 这个航母 那么很多人就提到说 这是不是也显示中方展现的善意 但也有人说哈格尔只是走马看花 没有达到什么实质的意义 应该说他看了两个多小时看得非常详细 有关的地方他都看了 他去了这个飞机飞行员的住的地方 他去和那些舰员和船员一起餐厅吃饭等等 他和很多人都聊天 他们看得很详细 有两个钟头 应该是说是他看得很多 也是中方展示了善意 但是我又想回到是中国的一些媒体 包括环球时报发展社评批评哈格尔 也是说他这个这个看那个航母 辽宁航母的 特别是沈丁利教授 我们都非常熟悉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丁利教授 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展一篇 头版发表一篇文章 言此批评 就是哈格尔在日本的假话是给中国政府裁章 是 确实 而且环球时报据说还呼吁要 中方要用这种强硬的欢迎 结果常完全和范长龙就是用强硬的态度 是 确实 那么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格尔即将要结束访问了 那么或许在这个第四天 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报道和发展 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想要了解今天中国媒体 看世界的详细内容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网址是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女儿 菊尔伊利哈姆 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 她特别表示她的父亲从来没有主张分裂 中国当局要真正解决维吾尔民族问题 就需要和这样温和的学者来进行沟通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VOA卫视记者杨晨 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 中国近来在发动反腐运动与推动司法改革的同时 大力镇压许多以和平方式表达 从治理腐败到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诉求的人士 其中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 今年1月被捕受到美国广泛关注 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姆 目前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读书 她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8号的听证上说 她父亲是一个诚实敢于说话的学者 中国官方对她的煽动分裂和仇恨 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主张分裂 中国政府逮捕我父亲 告诉维族人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正当诉求 现在我父亲被关押在乌鲁木骑士监狱 没有人能探视他 菊尔伊利哈姆还讲述了他们一家人 都因为父亲受到牵连 我的大弟弟变得很孤僻内向 他亲眼看到我父亲被带走 所以他常常会做噩梦 参加听证的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 苏菲理查森指出 最近中国的镇压活动令人担忧的一点是 对那些非常温和的活动人士进行迫害 不让他们发声 而他们所推动的议题 比如教育 反腐败 环保等议题 其实是中国政府官员也在讨论的问题 这种做法令人担忧 中国政府的长远意图到底是什么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 目的是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发展 委员会成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沃兹 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年来中国人权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进步 这一点令他沮丧 所以他一直在寻求答案 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推动中国人权 他说其实美国选民也很关心这个议题 如果因为美中经济贸易规模太大而不顾人权问题 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明尼苏达的选民对这个问题很了解 他们不希望因为他们可以购买廉价服装或其他好处 而损害中国民众的人权 他们希望国会有所行动 沃兹议员说 现在美国应该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中国人权发展 包括在六四周年到来之际 发表声明提醒人们中国的人权状况 期待改进 周年纪念日是很重要的 特别在中国 他们有特殊的意义 这不是为了抹黑中国 我们当中很多人和中国有联系 和中国人民建立了友谊 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人民享有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组织的苏菲理查森说 这样的国会听证 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这些学者和维权人士的观点 是国会可以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政府对于近来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也发出了警告 他们表示如果人民币的贬值是出自于非市场的因素 那么美方将会表示严重的关切 有关详情下面继续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作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春季会议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各国央行总裁 都将出席这个会议 美国财政部不具名官员 星期一在针对这个会议举行的电话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近来人民币的疲弱显示北京背离经由市场来决定汇率波动的调整机制 那么将会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不过中国政府说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中国不变的承诺 自中国央行三月中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的浮动区间 人民币就持续走贬 自今年一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至今跌幅已经超过2.5%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货币专家和经济学家 并不认为人民币贬值是出于北京当局为刺激出口所采取的作为 他们相信只要中国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经常账顺差 人民币年底前应该会重返升值的道路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门主任埃斯瓦普拉萨德 对路透社表示人民币长期仍然有升值的前景 长期而言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生产增长超过其贸易伙伴很多 人民币长期还是会升值 不过短期而言当然资本的流动会导致很多货币的流动 这种波动会大过生产的差异 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会看到人民币升值 不过短期内会有一段大幅度的波动 不过著有美元陷阱一书的普拉萨德也说 中国将来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它的金融市场也可能与美国的规模相比拟 但人民币能否在国际汇市成为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 还涉及其他的条件 普拉萨德说 它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深度 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大小规模 而是公共体系的品质 公开和透明的民主政府 以及一个真正有作用的法律体系 中国可能有一天会达到那个目标 不过目前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野村证卷说 中国央行引导人民币贬值 是有意意志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心理 华盛顿则担忧 中国为应对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 而将人民币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以刺激出口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刚 上个月在北京一个经济论坛上说 未来人民币的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 央行对市场的角色将会逐步减弱 汇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 将会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中国艺艺人士艾未未 她一向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不过成为科幻片的主角 这却相当的令人意料 之外 那么艾未未的处女作影片 《沙尘暴》最近已经完成了拍摄 到底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 所做的采访报道 艾未未是艺术家 建筑设计师 社会活动人士 现在她又多了一个电影演员的头衔 艾未未在科幻短片《沙尘暴》中担任主演 由多次和香港导演王家卫合作的 出名摄影师杜可峰担任摄影 导演杰森·维什诺是美国TED系列讲座的影像总监 去年维什诺在和艾未未的一次谈话中突发奇想 科幻短片因此诞生 场景设在未来断水的中国 引用水和可靠信息一样匮乏 影片用普通话对白长十分钟 场景设定在北京 在北京秘密拍摄完成 艾未未是中国艺术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鸟巢 就是由她设计的 同时她也是一位著名的异议人士 因为揭露腐败而受到北京的打击报复 导演维什诺称赞艾未未演技迷人 并且说她扮演的水走司饭 很有大腕的架势 维什诺说 北京的雾霾天气 胡同和很多独特的景象 给她带来了灵感 维什诺仅仅仅用了两个星期 就搭起设置组 旋风般的完成了整部影片的拍摄 维什诺在这部影片的网站上说 空气有毒 男主角受到监视 所以只能拍摄短片 而且要快速完成 现在他们正在筹集资金 完成后期制作和发行 在一个星期里 这部影片的网站就筹集了6万多美元 美国之音叶凡 华盛顿报道 我们将在筹集资金 我们将在筹集资金 对吧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形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不及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体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今晚节目 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留在电视机旁 收看稍后 由黄耀义 还有赵婉成 为您主持的第二小时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这把时间 交给耀义还完成 谢谢